Treat us on the love of God 论天主的爱 圣方济阁 沙雷是 前言 所有爱的教理 当阳光照在鸽子上时 他们的羽毛表现出许多不同的颜色 取悦眼睛 因此这本书可以显示许多真理 因此教会有教会的各种教 在这许多颜色中 爱德的精金涵盖了所有这些教义 使其超越了其他所有学习领域 教会中的所有人都属于爱 所有的光都来自太阳 但有时我们会说太阳不发光 所有基督教的教义都是关于爱 但是我们将神圣之爱的名称 限制为设计爱的起源 性质和作品的教义 我的目标是简单介绍 神圣爱情的诞生 进展 衰败 运作 品质 优势和卓越的历史 不幸的是 我将与这个话题有所分歧 在日常工作中写作 我就像大自然一样 它试图产生葡萄 但也产生需要修剪的树叶和树枝 一些要点解释 读者经常以草率和苛刻的判断来批评作家 因此 我想解释一些要点 以便您了解我的目标 依一些读者会认为 我对这个话题太深入了 但是 根与分支和叶子一样重要 当然 对于进阶的人 我本可以省略前四本书 十二本书中的 然而 他们也将从中受益 其他读者将需要这四本书 二 三 四 五 我并不总是清楚地显示 各章之间的链接方式 但读者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联系 六 这些章节之所以简短 是因为一个人愿意短距离看到美丽的事物 知道读者会更乐于阅读 七 我将我的第一本书 《路德之门》 又名成圣之道 写给了一个名叫菲洛提亚 菲拉西亚的虚构女人 菲拉西亚确实是灵魂 人有灵魂 在这本书中 我写给菲勒天 Theatimus 意为人类精神 因为他希望在圣爱中取得进步 把我为虔诚的人写这本书 以便他们进步 因此 我必须解释 通常通常未知的深层真理 珍贵的珍珠躺在海底 只有少数潜水者愿意去那里 读者必须有勇气去海底探寻我的话 久我从讲到的经历 而不是从课堂上学到的神学问题 使我写给高级灵魂 在这个小镇 Nancy 一群虔诚的妇女离开了世界服务天主 在向他们讲到时 我经常谈论奉献 远远超出了我在第一本书 《路德之门》 又名成圣之道中写的内容 我要归功于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 多年以来 我一直想着写关于圣洁的爱情的文章 并竭尽所能 如果这本书不够用 愿天主仍然保佑您的阅读 我将这篇论文专门献给 玛利亚 亲爱的母亲和若瑟 亲爱之父 我将所有著作提交给天主教 使徒和罗马教会 这是真理的支柱和根基 没有人可以拥有天主作为他的父亲 而不拥有为他母亲的教会 1616年6月29日 圣伯多禄和保禄瞻理 决心理解天主条约的准备 1.1意志管理所有才华 天主将命令意志控制所有才华 使人性具有美感 当各种事物紧紧有条 和谐相处时 美就来了 当军队按顺序排列时 就有了军队的美 当遥远的声音合而为意时 就会和谐 A Preparation To Understand The Traitors 1.1 The Will Orders All Faculty 美与善 美与善 Beauty and Goodness 圣多禄说 美与善是不一样的事情 但他们协作 善意 Good 既使欲望 又使意愿高兴 美请人谅解 当我们享受美好时 它就会带来快乐 当我们知道美丽时 它就会带来愉悦 我们将美丽归于眼睛和耳朵 两种知觉 我们不会说有美丽的气味或味道 要看到 美丽需要光彩照人 在朦胧和黑暗中 没有美丽可言 圣丹尼斯说 天主是美丽和谐的创造者 它的一束美光 像光一样散开 使万物变得美丽 非乐天 如果没有光 美丽就没有效果 恩赐与和谐 Grace and Harmony 生活中的事物 还必须具有良好的优雅感 并具有协调一致的动作和动作 在天主里 我们承认本质的统一 一种和谐 以人的区分 一种运动 同样简单的神圣行为 就是天主自己 完全不变 也是和谐的 天主使万物美好而美好 他从一件事到另一件事 从万物到他自己 他在一个国王的领导下 将人分为家庭 家庭分为城镇 城镇变成政府 就像社会 是有组织的一样 天主也将旨意放在人的 所有感觉 能力和习惯上 法老将 若瑟掌管埃及 就是这样 一直以多种方式 行使支配地位 1.2如何管理灵魂的力量 父亲通过他的命令 引导妻子和孩子 尽管他们可能不服从 他用武力引导仆人 用神管理动物 一直控制着外部的才能 成为主人的仆人 这些才华 Faculty必须服从 例如 我们可以打开祸关 闭我们的眼睛 但是 感觉是不同的 一直并不能完全控制他们 1.2 How the will governs the soul's powers 各种命令 对待婴儿的医生 会向母亲 而不是婴儿发出指示 因为我们不能命令 胃部消化 所以我们必须命令手 不要给胃过多的食物 我们不能命令眼睛看不见 因此 我们命令头部转过头 智力指导 记忆记住 但是 医院 Will 将控制两者 他确定了智力读取的内容 以及存储的内容 但是 意志没有完全控制 因为有时这些能力并不服从 保禄写道 因为我不明白 我做的是什么 我 所愿意的 我偏不做 我所憎恨的 我反而去做 罗马书7点15分 我们常常想到 我们讨厌的恶而不是 我们爱得善 1.3意志如何控制感官 意志拥有对记忆 理解和想象力的控制权 但是这些并不总能服从 此外 有时也无法遵守 被称为自在的感官欲望 圣伯纳德说 罪恶诱人 但灵魂可以拒绝同意 当被罪恶带走时 灵魂就被统治了 但是 如果罪只进入了 肉欲的欲望 而没有进入意志 那么灵魂仍然在欲望之上 选民们选择皇帝 但是一旦当选 他们就在他的掌控之下 由他统治 因此 当意志统一肉欲的爱好 appetite是好 十 世好 appetite爱好 就成为统治者 肉欲的世好 appetite是一个反叛的主题 意志永远不会完全击败他 但是 意志可以将其捆绑并排斥 肉欲的世好 总是怀有罪恶 但是 意志可以拒绝生出罪 肉欲的世好 有十二个动作 就像叛逆的队长一样 这些是好 appetite 当它们影响灵魂时 被称为射动 perturbations 或 当它们影响身体时 被称为激情 passions 这些爱好 appetite 是好 试图获得感官上的好处 并避免感官上的邪恶 美好激发的激情 passions excited by good 自然的美好激发了激情 love 缺席的美好事物 激发了人们的欲望 desire 我们可以得到的好东西 激发了希望 hope 我们无法获得好东西产生的绝望 despair 我们拥有的一种美物会激发喜悦 jo 邪恶激发的激情 passions excited by evil 我们自然讨厌 kate的邪恶 我们避免advoid 不存在的邪恶 我们担心我们无法避免的邪恶 如果我们避免邪恶 我们就会大胆 bold 我们知道存在一种邪恶会导致悲伤 grieve 然后 愤怒 anger 冲向邪恶 我们感到满足 satisfaction 获得胜利的乐趣 战胜邪恶提升了人们的精神 意志是所有这些感性激情的统治者 他可以拒绝他们的建议 并阻碍其效果 或者至少可以拒绝同意 允许邪恶伤害我们 从长远来看 即使意志不会消灭 他也会削弱它 这些激情留在我们体内 因此 灵魂可以行使美德和属灵的英勇 圣奥斯定说 基督徒对恐惧 渴望 悲伤和喜乐 有着正常的热情 甚至 耶稣也害怕 渴望 悲痛和欣喜 尽管这些运动 在他里面是不同的 23可是 我发觉在我的肢体内 另有一条法律 与我理智所赞同的法律交战 并把我掳去 叫我隶属于 那在我肢体内的罪恶的法律 ROM 7.23分 1.4爱控制激情和意志 爱情先于欲望 Desire 是走向善良的第一步 我们只渴望我们所爱 爱也要先于喜悦 Delight 因为我们只享受我们所爱 它也早于希望 因为我们寻求自己的爱 它在仇恨之前发生 因为我们只在邪恶中憎恨 Hatred 与善相反的事物 所有的激情 Passions 和感情 Affections 都来自爱 它们的来源和根源 激情和感情是好是坏 取决于它们来自哪种爱 激情被带入我们的爱中 无论好坏 四种爱好热情 圣奥斯定 其后为他人说 有四种激情和感情 欲望 Desire 是想要拥有的爱 当拥有时 欢乐 这就是爱 恐惧 Fear 是爱逃离相反 悲伤 Brief 是相反的爱 基督徒经历了这四个方面 正如我们的理智应服从天主一样 这些激情也应服从我们的精神 这会激发并节制它们以服务于美德 善良的爱情使意志坚定 邪恶的爱情使之邪恶 爱主宰了意志 并使它变得像他自己 因选择而一当妻子结婚时 他会改变自己的状态 如果他与国王结婚 他将成为女王 就是这样 意志随其选择而改变 如果爱肉体的事物 他将成为肉体 如果爱灵性的事物 他将成为灵性 四种激情是与爱成婚的意志 爱是第一位的情感 并赋予其他所有情感 意志可以统治爱 只是因为他可以选择爱 否则就不可能命令或禁止爱 意志就像少女一样 可以自由选择任何丈夫 一旦选择 只要她活着 她就会受到她的服从 如果她死了 她又可以自由选择 因此 尽管爱在意志中占统治地位 但意志受其影响 但是 如果这种爱情消逝 意志是自由的 意志可以使决意改变 我们可以选择拥有神圣的爱 来统治我们 这样自爱就不会统治 或者 我们可以放弃神圣的爱 而选择生物 这是天主在圣经中 经常谴责的通奸 1.5意志的理性情感 Affection 影响肉欲和理性的嗜好 Appetite被称为激情 Passions 理性的爱好 Appetite被称为情感 Factions 男人善良的爱美德 讨厌邪恶 寻求知识 为死后的幸福而奋斗 他们克服困难 避免过错 反对邪恶 这些运动是理性的 是智力的影响 对象的质量 根据其目的 这些理性的情感 是高尚的或属灵的 Noble or Spiritual 一些情感来自感官对象 其他人则来自智力知识 其他人则来自信德的教义 最高的是 来自对天主真理的简单渴望 和对天主旨意的屈服 有四种情感 Affections 1.自然情感对食物 1.健康的渴望 2.理性情感对和平 美德和对天堂事物的 莫贯的渴望 3.基督教情感 基于基督关于贫穷 真操的教义的欲望 或天堂的荣耀四神的 超自然情感 基于超自然的提示 对天主的渴望 有三种上主的超自然情感 Desires for God Himself Based upon supernatural promptings A.心灵对信德奥秘之美 D.热爱 The mind's love For the beauty of faith's mysteries B.一直对我们所承诺的美好事物 热爱天堂 The will's love For the goods promised us in heaven C.灵魂对天主的爱 至高无上 The soul's love for God The highest good 1.6上主的爱有支配权 爱情支配着意志 意志支配着每一个教师 在许多种爱中 天主的爱占统治地位 它具有完全权限 如果天主的爱不能统治 那就不再存在 这是一个很大的谜 年轻人获得优势 必须保留追随神圣的爱 神圣的爱也其他的爱 但是却赢得了宠爱 保禄写道 但属神的不是在先 而是属生灵的 然后才是属神的 哥林多前书15点46分 神圣的爱支配着灵魂 理解和意志 所有人都要服从天上的爱 爱必须作为国王统治 或根本不统治 为了生存 神圣的爱必须完全统治 都没有生育能力 他们怀着恩典受孕 他们的孩子成了兄弟的主人 同样 神圣的爱是一个奇迹般的孩子 是圣神的礼物 而不是人的意志 作为超自然的人 他必须统治着理解力 意志和所有情感 有超自然的优胜者 所有人的动作 例如恐惧 虔诚和希望 但神圣的爱是他们的优势 神圣的爱是英许的儿子 天堂英许是一个人的爱 信心见到得救 希望为此做准备 只有爱德会收到他 信德指向英许之地 希望提供了甘露 只有爱德才能带领我们进入 爱是约贵 是天主审判的约旦河的一部分 所以真正的以色列人 可以进入应许的天堂 六 就像我们的救主在楼地 Calvary所做的那样 神圣的爱存留在灵魂的最高处 并向天主献祭 在那个高贵的地方 所有的才能和情感 都倾听并服从了爱 它具有无与伦比的甜度 它没有奴隶 因为它以其令人愉悦的力量 使所有人服从 没有什么能比爱更坚强 或比它的力量甜美 所有的美德都会缓和灵魂的运动 但爱德会支配一切 天主以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 他希望在人类中 万事万物都应该由爱和为爱而安排 1.7爱的一般描述 意志一旦意识到善良 它便将其作为自己的目标 实际上 善是由其与意志的关系来定义的 每个人都愿意做得好 意志是引我走向真正的善 或意志所认为的善的导师 当意志力感知到善良时 就会突然感到满足感 这种心灵满足 Complacency自满 是意志趋向与对象的结合 一旦专注于对象 意志将寻找获得联合的必要手段 一棵树和一块磁铁 为了说明 我将使用一棵树的图像 树的根是对美好事物的渴望 树的根基在于其对美好事物的喜悦 它的主干是朝着美好的方向前进 它的分支是它的努力 它的果实是善的结合或享受 这五个主要部分组成了爱情 铁对磁铁的吸引力是另一幅图像 在有磁铁的情况下 铁会朝着它转动 然后它开始移动 显示出它的喜悦 然后它想结合前进 最后被连接到磁铁上 这些没有生命的事物 显示了爱的全部 欲望和运动爱是灵魂的渴望 核对运动物体 然而 欲望只是爱的开始 只有运动才是真正的本质爱 欲望和运动都是爱 只是方式不同 就像黎明被称为天一样 欲望作为爱的第一感觉 被称为爱 但是 真正的日子 是从黎明到日落 因此 爱的真正本质在于渴望之后 并最终融为一体的运动 欲望是美好事物的第一角度 通过运动 灵魂达到了目标 这是真爱 我这样说 善良抓住了心灵 并在灵魂的渴望中开始了旅程 但是 只有真爱 才能实现目标 欲望唤醒爱的行为 欲望张开了灵魂的翅膀 爱使它飞翔 爱使内心向善的进步 欲望与爱 Desire and Love 因为欲望导致运动 所以 有些人将欲望与爱相结合 此外 欲望可以保存并保持爱 当欲望停止时 爱就停止了 石头的重量开始下降 并将使下降完成 因此 欲望激发了意志 并完成了与对象的结合 渴望带来 伴随并完善爱情 渴望总是伴随着爱 然而 爱不仅仅是欲望 爱是灵魂的激情 是一种来自欲望的运动 联合发生时 运动停止 当容易获得美好事物时 第一个愿望会很快获得目标 这就是所谓的对欲望的热爱 只有当心灵渴望远方的物体时 它才是真正的愿望 欲望是对我们所没有 但正在希望获得的东西的寻求 不理想的需求 Imperfect Desires 有些运动正在朝着我们无法预期的目标发展 这些不完美的欲望被称为愿望 年长的人会说 我想年轻在这个愿望中 一直不参加 这是一个简单的愿望 该人说 这种美好事物非常令人愉快 但我不能指望得到它 但是 我允许我留下自己的感情 这些愿望认可了美好 但却无法有效地渴望它 某些不完美的欲望 并不是非常困难 但他们与其他更强大的欲望相冲突 一个有病的人可能想要食物 但那会加重他的病 这与他想要健康的愿望相矛盾 西律王不想斩首施洗罗王 但这与他取悦西罗底亚斯的愿望相矛盾 比拉多不想谴责耶稣 但这与他抚慰人群的愿望相矛盾 当欲望受到更强烈的欲望的阻碍时 被称为虚荣的欲望 Cold vain desires 1.8激发爱心的亲和力 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 舌头说话 原因了解 意志的爱 然而 实际上 正是这些人履行了所有这些职能 并为自己寻求利益感到高兴 吸引力 Attraction of opposites 对立人的人类的爱情 通常会在相反的品质中找到一种亲和力 医生爱病的人 因为他有可以帮助他的技能 老人喜欢孩子的朴素 这吐出了他的审慎 儿童之所以喜欢老年人 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需要知道 多样的花朵组成美丽的花朵 爱是一个结合 每个人都可以接受彼此的完美并变得更好 头部与手和手臂不同 但他们彼此自然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那些快乐的人经常帮助认真的人 他们团结在一起 他们的性格彼此平衡 代表关系 Resemblance 但是 当相互吸引基于相似之处时 爱情更有效 因为相似是真实的团结形象 Resemblance 与同一个目标比例相等的两个对象 具有自然的统一性 而不仅仅是病急 因此 爱的首要来源是吸引力或亲和力 An Attraction or Affinity 1.9对联盟的爱意 1.9 Love Tens TO Union 在所唱的歌曲中 撒罗曼写下了救主对虔诚灵魂的热爱 为此 他以真洁的牧羊人 和谦虚的牧羊人之间的爱作为榜样 新娘惊讶地说 因为你的爱福田与美酒 1.1 这位牧羊人在第一次表达欲望时有一个目标 他宣称一个目标 这是他的第一次叹息 愿君以热吻与我接吻 吻的象征 The Simple OFA Kiss 天生的本能识吻代表完美的爱情 原因是这样的 像动物一样 我们当然可以通过眼睛和脸部进行交流 由外表 可以认识人 从面貌上 可以看出他是否明智 德讯篇19.26分 在肖像中 只需要画伟人的脸 但是 要表达来自我们灵魂的精神思想 我们需要言语 我们通过说话倾泻灵魂 我的救恩 我的光荣全在于天主 我的堡垒 我的护卫 全基于天主 162比9 我们最好用言语表达我们的感情 当撒穆尔的母亲轻生祈祷时 以利只能看到他的嘴唇在动 他说 我是在上主面前 倾涂我的心意 撒穆尔记上1点15分 因此 一个吻证明了 我们希望我们的灵魂 被注入到另一个完美结合的灵魂中 联盟Sign OF Union的标志 在圣读中 亲吻已成为感情的标志 保禄写道 你们要以圣吻彼此请安 基督的众教会都问候你们 罗马书16点16分 犹大亲吻耶稣 就出卖了耶稣 因为这是耶稣向门徒打招呼的通常方式 亲吻是心灵结合的生动标志 牧羊人想团结起来 说 让他用他的嘴吻亲吻我 好像他说 爱的飞镖会永远传达我灵魂的渴望吗 难道我永远不能与我的天主心连心吗 我什么时候将我的灵魂倒入他的心中 他何时将他的心倒入我的心中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永远团结在一起 圣经总是使用联合 scriptural oneness 圣经总是使用联合词 众信徒都是一信一 图4点32分 保禄写道 尽力以和平的联系 保持心神的合一 恶福所书4比3 耶稣祷告说 愿众人都合而为一 若望福音17点21分 圣丹尼斯写道 爱是统一的 凝聚在一起 使万物统一 圣奥斯定说 他和他的朋友有一个灵魂 仇恨分开 爱团结 爱的目标是爱人与被爱者之间的结合 1.10爱的表面精神联盟 1.10 love seeks a spiritual Union 自然的联盟基于血缘关系 或其他相似之处 自愿共融相通 Union来自我们的医院 这些自愿Union的产生 是因为双方都受益 例如在谈话中 自愿共融合相通 Union Natural and Voluntary Unions 自然父母与孩子的 共融合相通Union 是自然的 但是 他们可以邀请更深层次的 自愿建立真正的友谊 从而完善自然的家庭联盟 家庭成员还可以自愿组成 爱的结合 将他们的意志和精神联系在一起 家庭的基础是自然的结合 但是家庭团结必须是有益的行动 家庭邀请成员通过他们的爱来 完善自然的结合 爱还引起了对婚姻的渴望 这反过来又增加了爱 在每种情况下 爱都倾向于结合 但是要什么样的结合呢 这位神圣的配偶寻求一个吻 他代表着相互交流 所引起的精神结合 爱他的意志的人 有属灵的爱 并寻求属灵的结合 相反 灵魂通过寻求 与身体事物的结合而退化 不爱 not love 某些激情不是爱 但它们是在爱中萌芽的过度增长 它们是伤害爱和削弱爱的多余物 如果不消除 它们将彻底毁灭爱 这是原因 灵魂的力量是有限的 追求许多目标意味着 不那么完美地追求每个目标 一个专心许多事情的人 对每个事物都不太专心 我们既不能听音乐 也不能进行对话 当许多物体引起我们的注意时 我们的注意力就会减少 看到更多不同于看到更好 要看得更好 我们必须少看 当考虑多个主题时 理解是分散的 动作变得分裂而不太完美 三类3 kinds 爱是敏感 理性和精神的 爱情可以在所有三个层面上发挥作用 但比只在一个层面上表现的强度低 因为大炮只有一个开孔 所以它具有强大的力量 因此 要使爱的力量强大 就必须有一个目标 二种狂喜 有两种狂喜的 一个是我们高于自我 另一个是我们低于自我 人的天性介于天使和野兽之间 它与天使分享智慧 与野兽分享身体 通过不断的努力 人可以寻求理性的举动 并更加接近天使 但是 它通过全力以赴的从事肉体行为 从而接近了野兽 狂喜是一种自我消亡 人会向上或向下 心灵被知识和神圣的愉悦感动 进入了一种更高尚的状态 人类像天使一样生活 感官愉悦感动着人 它使自己退化 并像动物一样生活 这些人陷入了一种 绝对不配他们本性的状况 当人们被天主和天上的事物所迷惑时 只要这种狂喜持续 他们就会失去对自己的感觉 动作和外在行为的所有利用 为了享受天主 灵魂退出了感官体验 精神或肉体蛮横 spiritual or carnal 在相反的方向上 等男人给自己以肉欲的愉悦 属灵的人模仿厄里亚 后者被一辆火热的战车所俘虏 肉欲的人模仿尼布甲尼撒王 他被放下到野兽的水平 实行肉欲的爱的灵魂 不能行使优越的爱 请注意 圣方济各使用感性的爱 来表示一种违反实戒的爱 他并没有谴责所有的感性享乐 感性的爱情毁灭了真正的 必不可少的爱情 月薄的牛耕地 但他那没用的驴吃了牧场 当我们的理性试图爱上有价值的物品时 我们的低级情绪却寻求肉欲的结合 这是他们的牧场 但是 只有精神才能产生真正的爱和真正的结合 以丽莎治愈了纳曼 拒绝了她的礼物 然而 她那不忠的仆人格哈兹 却违背了主人的意愿 拿了礼物 理性的爱 作为我们内心的主人 拒绝感性的礼物 但是 我们肉欲的appetite是好 爱好 不服从理性 而是寻求真爱所拒绝的东西 羞辱主人的纯洁意图 寻求肉欲结合的灵魂 使自己 偏离了真正的结合 从动物的欲望中 寻求事物 只会削弱爱 蒸馏水 distilled water 花儿散发出令人愉悦的气味 但是 从花中蒸馏出的水的气味甚至更好 由于液体与人体分离 因此具有完美的香气 因此 与性欲分离的 注留在精神中的爱是精致的 尘世的心通常会寻求残酷的爱 认为爱越强烈 越动荡 爱就会变得更牢固 更坚实 肉欲者寻求什么是总的 爱就像火 较清晰的火焰更精致 更不容易熄灭 精神上的爱是永恒的 破坏真实爱的最简单方法是将其与感官欲望混合在一起 我们渴望得到身体上的愉悦 但是之后我们就失去了欲望 有了精神上的愉悦 即使经历了 我们的欲望也会变得更大 圣格雷歌里 1.11两个部分的灵魂 The two parts of the soul 我们有一个不可分割的灵魂 它具有生命如植物 感官如动物 和理性如人 这三个层次中的每一个 都避免某些事情 而另一些事情 像动物一样 人具有感性的知识 使他寻求或避免某些事情 感性知识导致感性的爱 这被正确地称为感性的爱好 appetite是好 两部分人的灵魂 Two parts to all man's soul的人 也有两个部分 下部和上部一个理性的灵魂 这是圣奥斯定 及其后所有作家的教导 下等部分根据感性知识形式 上半部分根据精神的判断 进行选择 上等被称为精神 下等被称为理性 上半部分可以跟随自然光 像聪明人一样 或朝自然光 像基督徒一样 这些基督徒的决定基于信德 天主所启示的话语 榜样和内在的灵感 通过灵魂的上等部分 我们坚持天主永恒的律法 在圣经中 雅各允许他最小的儿子 本杰明被带到埃及 他的决定揭示了灵魂的两个部分 在列等方面 雅各对自己的损失感到悲痛 在上级方面 他决定让他为家庭谋福利 当天是告诉亚巴郎沙拉要受孕时 他的下半部分说 百岁的人还能生子吗 沙拉已90岁 还能生子 创世纪17点17分 但是 他的上半部分相信 并信了上主 上主就以此算为他的正义 创世纪15比6 后来 亚巴郎的下半部分 人痛苦地牺牲了伊撒格 Isaac 但他的上半部分 勇敢地下决心服从天主 愿望相反的规定 Contrary desires 我们也遇到相反的意志 一位父亲将儿子送进大学时 他的离开 列等 流下了眼泪 但选择了学习上的进步 U等 父母很高兴 看到自己的女儿结婚 U等 但流下了许多眼泪 烈等 人没有两个灵魂 圣奥斯定写道 人似乎分裂了 因为他被拉向两个方向 然后 他使用自己的自由意志 并做出决定 他选择的东西将被征服 但是斗争留下了一种 我们称为勉强的感觉 耶稣在花园里 Jesus I am the Garden 耶稣既彰显了 他灵魂的上层又下层 尽管他与父上级团结在一起 但他仍然经历过悲伤 悲痛和内心的痛苦下级 他在理性的灵魂中遭受了痛苦 这是悲伤的 甚至是死亡 他祈祷将激情的悲带走 这个祈祷来自灵魂的下等部分 这下半部分遭受了痛苦 并导致他请求天父的拯救 救主表明 灵魂的下等部分想避免痛苦 然而 尽管下半部分很讨厌 但他的上半部分 仍然遵守了父亲的旨意 父亲 不是我的意志 而是您的意志 我的意志 意味着灵魂的下等部分 他的自愿接受 皆是了灵魂的最终决定权 1.124个不同的理由 Four Different Degrees OF Reason耶路撒冷的圣殿 有三个法庭 外邦人和陌生人法庭 第二个以色列人法庭 第三个祭司和立位人法庭 在第三院内部 是大祭司每年仅进入一次的圣殿 同样 天主在我们理性的灵魂 及真正的圣殿中 占据了我们内心深处的住所 圣奥斯定写道 我在自己的外部寻找了你 但我却没有找到你 因为你在我里面 我们的内殿 也有三个法院 三个层次的理性 首先 我们根据感觉进行思考 We think according to our senses 第二 我们根据人类知识进行思考 We think according to human knowledge 第三 我们按照信念思考 We think according to faith 除了这三个之外 我们的属灵能力 还有一个最高点 就是精神顺服天主的真理和旨意 这是圣洁的圣物 灵魂的峰会 The Soul Summit 灵魂这次峰会 我们的精神的最高点 是由圣至圣的代表 首先 这个峰会没有窗户 因为原因不能照亮这部分 光只有凭信心进入 才能看到天主的美和良善 在这个顶点 只有普遍的感觉 那就是 应该爱和拥抱上主的旨意 无论是一般的 还是特别的 在这个顶点 灵魂通过自己的放弃和放弃 来揭露光明 他一看到上主的旨意就尊严 就想闭上眼睛 这样 他就能更完美地 接受上主的旨意并服从他 在这次首脑会议上 信德 希望和爱将他们的力量 传播到了灵魂的全部能力上 使他们服从天主的权威 这个最高级的地区 是他们的特殊住所 生活用水从那里流到所有下层 保禄的两个需求层次 ST Paul's Two Desires 这个上级部分有两个的原因 在第一层 超自然的光提供了文字 在第二集 信德 希望和爱带来了无言的欲望 This superior part has two degrees of reason In the first level Supernatural light provide words In the second level Faith Hope and love bring about wordless desires 圣保禄经历了两个愿望 首先是与基督同在 其次是留在世上传福音 两种愿望都来自他的上等部分 两者都来自爱情 他选择留在世上的选择 来自于看到耶稣的意愿 并接受了他 所有的推理都被搁置了 通过放弃自我 遵守天主的旨意 灵魂使信德 希望和爱德成为统治本次峰会 而下层的才能 本领 Faculty 则无能为力 最高法院解决争端后 律师可以讨论法官的动机 但不能更改判决 因此 在天主的恩典引导精神的最高部分 做出判断之后 理解才可以想到原因 较低的才华提出论据 但灵魂的顶点 及精神 做出决定 因此 人的理性有四个部分 感性知识 知识性知识 信仰知识和顶点 是一种将自己抛弃于天主旨意的力量 1.13不同的爱有两种爱的Different Loves 我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爱某物的贪心 贪婪Cupidity 我们以人爱Benevolence为解爱的人 如果我们已经拥有这种好处 我们的爱就叫心灵满足 Complacency自满 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好处 我们的爱就叫做欲望 三个部分 如果对方不回应我们 我们的爱就叫做单纯的人爱 如果对方回应 我们的爱就成为友谊 真正的友谊涉及三件事 一朋友必须彼此相爱 二朋友必须知道他们彼此相爱 三朋友必须互相沟通 简单的友谊 是当我们有一个朋友 但朋友并不比其他人先来 当我们比其他所有人都更喜欢这个朋友时 便是友善的沟通友谊 与天主交往 Friendship with God 如果我们比其他人更喜欢我们的朋友 但与我们的其他朋友成比例 那么我们就有卓越的领导才能 如果我们对这个朋友的偏爱超出一切 那么我们将拥有卓越的领导力 这种爱是单独归因于天主的 我们称这种爱为崇拜 它完全属于天主 因此 在本书中 我使用爱德 Charity 一词来表示对天主的热爱 并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1.14 爱德被称为爱心 Charity may be called love 爱比热情更能表现出热情 效能和活力 爱德被称为爱 是最重要的 出于所有这些 原因 我将这本关于爱德的书称为天主之爱专者 1.15 上主与人之间的亲和力 The affinity between God and man 当思考上主时 人会经历愉悦的情感 因为上主是我们心中的上主 它使我们的理解充满乐趣 正如太阳光的最小光束 大于月亮发出的所有光一样 对上主的最少了解时 我们比其他任何人都充满 当其他一切都失败时 我们不要求助于天主 说他是我们的朋友 当处于最高危险中时 我们不求助于至善吗 天主对人的宽容 Man's affinity for God 对危险的信心揭示了天主的良善 与人的灵魂之间的关系 这种秘密的亲和力 众所周知 但先为人知 很容易解释 天主以他的形象和肖像 创造了我们 使我们与他的神圣威严 有着紧密的联系 我们的灵魂是精神的 不可分割的和不朽的 他可以判断 推理和自由意志 在实践美德的能力上 他与天主相似 这个灵魂遍及整个身体 和每个部位 智力和intellect and will 将他的智慧和意志 人可以知道 爱自己 理智和意志是截然不同的 但他们在灵魂中是统一的 在三位一体中 儿子从父那里生起 作为他所表达的知识 圣神愿于父子之间的相互爱戴 儿子和圣神既与父不同 又与父不同 但他们是不可分割和统一的 不可分割的神性 因为上主使人认识并爱人 所以 人与上主享有相似的亲和力 人与天主也享有相互的完美 天主无法从人身上获得完美 但是上主的善良 却在使人完美方面 找到了最大的目的 人有能力得到善 而天主有很大的意愿给予善 好处越大 倾泻自己的意愿就越大 天主就是最大的好处 天主的丰富 God's abundance 一个人越穷 他越渴望得到 因此 当天主的丰富和人的需要结合在一起时 这种结合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天主赐予者的喜乐 或人所赐予的人的喜乐更大 耶稣说 事与比领受更为有福 宗徒大事录20.35分 太饱了一位母亲的乳房 他必须将奶提供给孩子 孩子热切地接受它 必要性导致孩子 而丰富性导致母亲 新酒会发酵 不能被皮子所抑制 乳房更好 他们强迫母亲吸引他的孩子 接受他的奶 我们的空虚 are emptiness 非乐天 天主的丰盛不需要我们的空虚 但我们的空虚需要神圣的丰盛 如果没有天主的恩惠充实 我们的贫穷将仍然是赤贫的 创造的一切都无法填满灵魂的能力 智力总是想知道更多 意志对爱情有着无法满足的胃口 灵魂大喊 我不是这个世界的造物 一些无限的工人将这种智慧和意志置于我内心 我必须寻求天主并与他团结 因为我属于他 这就是天主与人灵魂之间的亲和力 如果人仍然拥有亚当失去的本来的正义 他将倾向于爱天主高于一切 他可以在实践中实现这一点 按照天主的旨意 火势猛增 水流向大海 万物因重力附着在地上 按照天主的旨意 人的心依爱而依附于他 1.16天主在人间也自然地倾向于爱 Our natural inclination to love God 创造的东西 并热爱神圣的善高于万物 天主的神圣天意帮助人类 尽可能地实现了这一愿望 我们对上主的渴望 Our desire for God 尽管我们的人性被剥夺了亚当的原始正义 但是人仍然保留了爱天主的天性 因此 我们的本性具有一种秘密的 自然的倾向 天主可以在我们的心中激发这种倾向 当我们第一次认识上主时 我们的意志就会看到他对上主的渴望 并被他抓住 要爱天主作为造物主 人需要天主的自然帮助 而人的爱本身也将是自然的 因为首先爱天主是灵魂的自然倾向 山淳 Partridge有时一个偷了另一个的卵 然而当孵化出卵时 年轻地跟随他自己母亲的呼唤 而离开小偷的 他遵循自己的第一个起源 隐藏在他体内 非乐天 Fiatimus 我们的心是一样的 我们是在现实中形成的 然而 乍一看天主 人们对天主的爱就很激动 灰烬中燃起火花 灵魂经历至高无上的爱 因为天主是灵魂的起源和创造者 1.17 仅凭自然界 所有事物上都爱天主 Be why nature alone We cannot love God above all things 衰弱的意志 Aweakened Will 就无法在伊格尔斯的视野 远远超出了其翅膀 所能承受的范围 我们的灵魂对天主 有这种自然的倾向 然而 我们的理解 比看见我们的意志 更有力量去获得天主 这比看见他有更多的光 罪恶削弱了我们的意志 甚至使我们的智慧 变得更加黑暗 我们肉欲appetite 嗜好 爱好 的反抗扰乱了理解 但是 这种叛乱激起了反抗 穷人的意志 被不断的攻击 所削弱和动摇 理解指出 他无法在神圣的爱上 取得进展 哲学家 不知情 The philosophers knowing but not willing 伟大的哲学家 苏格拉底 伯拉图 亚里斯多德和其他哲学家 对天主有很好的认识 苏格拉底对天主的统一 有清晰的认识 伯拉图说 哲学家的责任是爱天主 亚里斯多德证明了天主的团结 并高度评价了天主 但是 这些伟人都缺乏 爱天主的力量和勇气 圣保禄说 二十其实 自从天主创世以来 他那看不见的美善 及他永远的大能 和他为神的本性 都可凭他所造的万物 辨认洞察出来 以致人无可推诿 二十一 他们虽然认识了天主 却没有以他为天主 而予以光荣或感谢 而他们所思所想的 反成了荒谬绝伦的 他们冥顽不灵的心 陷入了黑暗 罗马书一冒号二十杠二十一 他们给了他头衔 但没有在所有事情上荣耀他 他们选择了虚荣 而不是荣耀天主 他们的失败 可悲的 Their failures 当他知道苏格拉底 只有一个人的时候 是看到苏格拉底 在死床上 谈到许多神 柏拉图知道 只有一位神 就下令牺牲许多神 艾比克提图斯 对天主如此津津乐道 却像一教徒一样 谈论许多神灵 他为什么在这个重要问题上 不诚实 我们可怜的大自然 就像瑞士的棕榈树 尽管尝试生产水果 但棕榈树需要更热的气候 因此 我们人类的心灵 可以产生天主之爱的开端 但是只有 被圣洁的爱德所温暖的心灵 才能最重要的爱他 人以其人的本性 会感到有些爱天主的激动 但他的意志是无助的 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意志是有病的 需要圣爱的医治之水 这种自然意愿是一种堕胎 缺乏比一切事物 更偏爱天主所需的慷慨力量 宝露描述了这种状态 18 我也知道 善不在我内 即不在我的肉性内 因为我有心行善 但实际上 却不能行善 罗七点18分 1.18 天生爱天主的用处 The usefulness of a natural love for God 如果仅自然界不具备在万物之上 爱天主的能力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天性 大自然 为什么要我们渴慕神圣的爱 却无法提供呢 天主是多么的好 他把这种倾向铭刻在我们的心上 我们本来应该因罪而失去所有这些 对他仁慈的印记 然而 那种感觉 自己倾向于爱天主的良善的神圣喜悦 仍然存在 天主无限仁慈 不会完全毁灭我们或剥夺我们 通过这种自然的倾向 我们可以感觉到 我们与他的一体 并努力去爱他 上主的进一步帮助 God's further help 仅靠这种自然倾向 我们就无法如我们所愿的爱天主 但是 如果我们忠实地跟随他 天主会帮助我们 天父将给予更大的恩典 直到我们达成他的目标 即天主的主权之爱 天主总是给那些忠于小事的人更多的帮助 这种自然的倾向是天主的控制力 他可以借此抓住我们 并将自己吸引到自己身上 这是附着在我们灵魂上的绳子 天主可以怜悯地使用它 这种倾向也是天主对我们创造者的纪念 他给了我们一个属于我们的秘密 内在暗示 天主的领主God's color 王子经常在他们的路上带领子 然后放到野外 遇到这些路的人都知道他们属于王子 是为他保留的 凯撒去世多年后 人们发现了一只带着项圈的路 说 凯撒让我走了 爱天主的经像向每个人证明 我们疑似属于造物主 他让我们走了 尽管我们有自由意志 但根据他的爱意天主圣意 Providence 他仍然有权要求我们 当我们背离天主时 这种倾向使我们感到安慰 并给我们希望我们回来的希望 天主将其刻在我们身上 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出身 和天主带我们回来的意图 我们只需要允许神圣的美德 重新夺回我们 斯高汉英简体圣经 CCB Version 汤2020年4月9日 2020年8月7日 End of Book 1 还irens 颯有 色扇 颜ое 摔礼 呢 脖子 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